获利又喷发咯 看节目咯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三 恭喜大家 哇 获利喷出的感觉就是舒服 你看到昨晚的废半是创新高 带动了今天的台股是大涨 而且台股呢 即将挑战前波高点15879 这个一如延熙的预期 我一直告诉大家 我对盘氏的看法完全没有改变 重复一次哦 我对盘氏的看法完全没有改变 今年的台股后 千万记得 稻吃甘蔗 我们今年金兔年就是稻吃甘蔗年 每个月来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赚越多 越赚越多 恭喜大家 哇 宝瑞有看到吗 我常跟大家讲 你想要大赚 你想要赚的比别人多 你想要赚的安稳 想要赚的轻轻松松 那麻烦你跟着颜希一起 生根产业 你对产业要够了解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我说了 我不只喜欢赚长辈 我更喜欢长辈一直涨不停 对不对 这叫什么获利喷发吗 那你想要赚长辈股之前提之下 你要干嘛 对公司够了解 我常讲 我一直以来生根产业 我对公司够了解 我买下去的时候呢 有时候市场买单 市场愿意买单 买单那我们就干嘛 多赚一点 好有机会赚长辈 就像宝瑞这样子 那如果市场呢 呃发酵的力道不够 那我们就是赚的慢一点 好不好 普安是不是普天同庆 对老师你的普安 不理他 放着他也是小创高 小创高 小创高 这种感觉好不好 好 10个百分点 20个百分点 通通可以随便赚 这就是我做的 我要大家生根产业 一定是当你股价震荡的 保护伞 来你看到宝瑞 数字出来 水当当当当当当啊水 老师去年6月 你就在财经吸引力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我的财经吸引力 我希望大家都要去看 我真的花了蛮多的时间 来告诉大家 呃我的产业 来 这个频道 我希望大家 有空呢就上去看 就像近期我在讲RFID 可能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都会上架 好那讲回来就是 这个产金的节目 我是要告诉大家 各股或各个公司的前景发展 那我常常花非常多的时间去研究 我就希望大家够了解 为什么我今天讲宝瑞呢 宝瑞你看到他今天一开盘一架锁死 恭喜大家 但是我不是现在才讲 我去年6月我的产经吸引力 财经吸引力 我就录了一整集的 我很记得里面还有人留言跟我说 啊生技股根本就是在玩火 我很记得 那但是呢 我说没有关系 公开媒体嘛 大家都可以有自由 呃发表的权利 我只是把我看到的 有有未来的公司 分享给大家 介绍给大家 好那那时候讲哦 这是去年CDMO我节目也有讲 来我节目也有讲 我说什么叫CDMO CDMO其实就是什么 委托开发制造服务 其实我用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什么 台积电他在半导体界 他就是CDMO厂就是代工厂的角色 那宝瑞呢在生技界就是什么 CDMO的概念也就是什么 生技业界的台积电的角色就是谁 保瑞这个我去年讲很久哦 要记得哦 那你现在看到他数字非常的漂亮 我去年已经提醒大家了 211买不卖 280加码不卖 再次恭喜 大赚特赚的感觉就是好 为什么呢来哦 你现在看到他2月单月的EPS 就可以6.48 今年1月2月2个月的EPS 加起来快要一个股本 这是不是去年我已经跟你讲 我说去年哦 去年就已经大赚特赚了 对不对 我去年已经大赚一个股本 去年哦一整年哦 但是我去年在做保瑞的时候 我说今年一定不止 为什么 因为他病了安城药 他是营收也病客户也病 重复一次 营收也拿起来 那个客户也拿起来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营收一起吃客户一起吃 今年才2个月而已 就赚快一个股本 我们今年要怎么赚下去 我们继续看下去 恭喜大家 越赚越多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颜希就是我生根产业 我就是要让老朋友 新朋友都试赚 让老朋友新朋友都试赚 才可以干嘛 一步一步的把你去年在股市 失去的找回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稳健操作是很重要 好的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宝瑞 一开盘涨停 涨不停 涟雨呢 涨不停 创新高 林群呢 一样 涨不停 创新高 再来呢 资通是不是也是赚 对 普安也是赚 太极也是赚 来那接下来的 私房菜时间 一样留给会员 我们明天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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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